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真秉承着继承梅派传统的精髓之上 在不断地努力前行 那么今天在这里 我将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 金句加多元化会产生很多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 可能会让更多的青年人对金句感兴趣 从而喜欢金句 我深深地记得 在2014年 有我的师父梅宝九先生 他带领着我 复牌了梅派失传百年的经典歌舞大剧 《嫦娥奔月》 所以《嫦娥奔月》一直致力于梅派艺术的传承和研究 为这出戏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嫦娥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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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我师父当时就告诉我一句话 梅派艺术的传承精神 在于不断地创新创造 所以一百年前的梅兰芳的剧目 在一百年后的展现 它依然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创新的 它依然是要符合观众需求的 所以我们在长歌奔乐剧目当中 大胆地尝试了很多的创新手段 其一呢就是它的音乐配置 我们同时采用了四种乐队的伴奏方式 其中有京剧伴奏 明乐伴奏 江雪乐伴奏和古乐队伴奏 其二呢就是它的舞美配置 幕后是漫天的干冰雨 同时我们采用了当年 最先进的激光灯的基础 在当时也是一个 很超越性的创造 其三呢就是长歌奔乐 它的歌舞剧的特色 我们所有的黑系演员中 采用的是舞蹈乐 因为要展现它在新时代的 一个歌舞剧的风貌 所以当时演出之后啊 很多观众也在现场 与我们交流 他们觉得这出戏 一懂好看唯美 他们喜欢接受 当时演出之后呢 我的师傅在后台 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萧迪 你不要认为今天 在场的很多青年观众 对这出戏非常的喜爱 但是当你走出这个剧场之后 你可能会听到 很多来自社会各界 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想告诉你 梅派艺术的发扬 在于不断的创新 我们暂且先等一等 看一看 几年之后的市场 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就这样 嫦娥奔乐剧目上演了 如师傅所说 我们也收到了一些 批评的声音 但是多年来 我一直谨记着师傅的教诲 依然要在这条路上 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大胆的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 上海来的电话 电话来自于 谭顿工作室 谭顿老师邀请我 到上海去面试 当到了上海之后呢 我还记得面试的情景 让我非常的紧张 在一个不大的屋子里面 只有一束追光照着我 在没有任何的伴奏 配乐 话筒 音响设备的情况下 我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面 在一束光下面 表演完了我霸王别姬 无间整个片段 当我演出结束之后 满头大汗站在那里 我就记得谭顿老师说一句话 就是你了 接下来他告诉我 我即将要主演 他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 叫多媒体音乐剧《门》 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讲述的是三个不同历史背景的女主角 为了爱情奉献自己的生命 我在其中呢 扮演中国京剧版的于姬 还有一位是来自美国的 扮演朱丽叶的老师 还有一位来自日本 扮演小春的老师 也正是因为这次机会 谭顿老师决定 为我创造一版新的 霸王别姬的作品 叫京剧交响师霸王别姬 在剧中 我扮演的依然是 每一派的鱼姬 但是和我对手戏的霸王 变成了钢琴 这种画时空的表演 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这部京剧交响师霸王别姬 在几年的时间内 走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受到的当地很多观众的喜欢 尤其是受到了 很多青年观众的喜爱 我总是在想 京剧家会产生很多很多可能性 京剧其实可以很包容 很融合 和很多门类的艺术 结合在一起 所以通过这个作品 让我深深地领悟到 梅派艺术的传承 依然要大胆往前走 依然要沿着创新的路往前走 在这个基础上呢 同时我又是一名 戏曲的教育者 我经常在跟我们团队的老师 聊一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都会接受 京剧家的概念 因为京剧家 若干因素 若干元素 它会变成若干不同的可能性和吸引力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现在我们的团队也一直在研发 京剧家的课题 老师们反馈给我很多想法 比如说 我们是京剧家大语文 京剧家AR虚拟技术 京剧家游戏 这些都是可以产生若干可能性 能够带来市场效益 以及让更多青年人 走进京剧的好方法 虽然现在我的师傅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将永远铭记我师傅对我说过的话 京剧的发展要不断地创新 那么我也将努力地 继承梅派艺术的传统的艺术样式之上 不断地大胆创新地走下去 那么在这里 我希望所有的青年人 能够有勇气买一张票 走进剧场 去看一场我们优秀的传统艺术 我相信只要你看上一次 你一定会爱上他